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并亚干亚变出的众圣徒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再视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一样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 往犹太去 我有此意 其实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 岂是从情欲起的 叫我忽视忽飞吗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告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 是为要宽容你们 我们并不是挟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地疼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 受了众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 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 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 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心里不安 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心香之气 在这等人 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 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这是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力混乱神的道 那还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 凭着基督讲道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 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 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 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 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 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数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 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 已经废去了 然而 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执愤 就不丧胆 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 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谬讲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 把自己 鉴于个人的良心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 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 身上常带着 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 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 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 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 发动 生 却在你们身上 发动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 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 与你们一同 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惠 因人多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险多 以致荣耀归于神 所以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 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 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神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 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邻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所以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 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 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有言可达 我们若果癫狂 是为神 若果坚守 是为你们 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与神同工地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月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月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职份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坚禁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实 连结 知识 恒忍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尾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致丧命的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的 却是样样都有的 格林多人啊 我们向你们 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 原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 心肠狭窄 你们也要照样 用宽宏的心 暴打我 我这话 正像对自己的孩子 说的 你们和不信的 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 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因你们多多夸口 满得安慰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 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想念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 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 自诉 自恨 恐惧 想念 热心 责罚 在这一切世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乃要在神面前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故事 顾举 我们得了安慰 并且在安慰之中 以你们众人 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因此我劝提多 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着词汇的事 就当办成了 你们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识 热心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 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我说这话 不是吩咐你们 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世上 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 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 而且其此心意 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愿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那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 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鱼 少收的也没有缺 多谢神 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带你们殷勤 像我一样 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 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 因我们收的捐资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 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趣 这人的热心 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实验过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 就更加热心了 论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论到那两位兄弟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 你们勿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 我不必写信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 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 说亚甘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 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 反成了羞愧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 先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人意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 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罗 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 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用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 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 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 形式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 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 分外夸口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同女 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纯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守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 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紧守 后来也必经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这由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世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 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 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捂漫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和事上勇敢 我说句愚妄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威胁 盗贼的威胁 同族的威胁 外邦人的威胁 城里的威胁 旷野的威胁 海中的威胁 假弟兄的威胁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 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 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 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我自夸固然无异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 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 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 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 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 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 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成了愚妄人 是被你们强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 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骑士 异能 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什么事 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也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罢了 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我是鬼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拆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 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 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 又怕有纷争 嫉妒 愤怒 结党 毁谤 谗言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来的时候 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 行污秽 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忧愁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 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 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 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 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 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 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 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 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赵主 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带你们 这权柄 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